每個被利用的室內空間必定搭配隔音設施 避免產生回音 然而在寧靜的大型空間 例如地下停車場、展覽間 經常聽到如視力音的地頻噪音 使我好奇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近年來我發現許多學術報告用空氣層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我撰寫一篇關於空氣層與吸引效果的論證型文章已找出答案 透過眾多的學術報告中的數據中分析 每份報告中不同空氣層在相同變異所呈現的吸引平台 歸納出共同的特徵以及例外 使大家認知普遍的吸引特性 多孔吸引 產生聲音時深波向四次處過散 船隻牆壁處大部分在牆面反射 卻有一部分穿越空隙進入空氣層內 使空氣與牆壁磨砂製造熱能 並消耗升波的能量 進而造成吸引 共振效應 牆壁能夠與某頻段的升波產生共振 越接近頻段的升波震動越大 深層的熱能越多 升波的能量消耗越快 凡之 則升波的能量消耗效率不佳 此現象稱為共振效應 由這張圖可以理解 在上方出來的第二個頻段 與這個牆壁有非常強的共振效應 因此 它的吸引效果特別 特別好 論點1 增設一定厚度的空氣層 越註於低頻吸引 在圖4-1-1-1 以及4-1-1-2與4-1-1-3呢 雖然材質與空氣層厚度不同 但是在同一張圖表的空氣層厚度變化量能夠統整出 增設至一定厚度的範圖 對低頻的吸引效果有顯著的提升 但是具體的效果有待確認 論點2 彼此同頻的吸引係數差比小於1000赫茲的同頻的吸引係數差小 顯示不同空氣層對高頻的吸引效果影響偏低 論點3 吸引板在無控的情況下 不同厚度的空氣層對低頻吸引效果差異不大 在圖4-2-1-1 與圖4-2-1-2 這兩張圖表幾為相似 即使空氣層厚度不同 每種的吸引平台幾乎重疊 由此驗證 當吸引板無孔系時 深波難以傳無空氣層 進行產生熱能的陰波能量消耗 被迫反射 空氣層無法發揮作用 不管多後 吸引結果幾乎相同 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第一 篇幅過少 愛與時間限制與研究流程的進度 致使只用一點的資料做文獻探討與推論 最終產出的內容便無法充施 二 引用與改寫不弱 對引用與改寫的格式理解不深 使我沒有使用原作者的文具 因此探討文章的文獻探討的章解 僅運用基礎知識取代今生的理論和公式 三 為詳盡列出附加實驗的變音 為了使閱讀者方便理解 竟然將圖表的格式統一 若在列出變音恐怕弄小成作 無論如何 為對出變音人士意想缺失 撰寫本文時 筆人有很多缺失的部分 為了修正這些故事 應做好時間管理與多加閱讀學術文章 日紅仔編製一份學術報告時 自然的更得心應所 我是1577班16號 感謝您收看我的報告